中国海军最强水面战舰055大型驱逐舰已有四艘已经下水,仍有四艘还在建造中。 据了解,这些建造中的驱逐舰,目前很可能在广西南宁,江西南昌和台湾台北三选项择一命名。 据台中时电子报,8月8日报道,大陆海军055型驱逐舰站180多米,宽20米,拥有超过1万2千吨的满载排水量,配备先进的防空、反导、反舰和反舰武器,按大陆海军的军舰命名规则。 驱逐舰一般以大中型城市命名,大多数情况下会是省会城市,目前还没有被公开城市命名的大陆省会城市仅上广西南昂,江西南昌。 除此之外,更有消息传出,中国海军也有意用台北作为舰名,报道着,无独有偶,台湾海巡署有一艘现役的巡防救难舰叫台北舰。 早在2001年就已服役,船长61.41米,船宽9.5米,排水量700吨,值得一提的是,如果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,命名为台北舰。 在当前解放军舰绕台常态化的情况下,将很有可能出现台北舰绕台一圈的情形,甚至出现两岸台北舰在台海海域相遭遇的画面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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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